他叫那小孩子 他就牵那小孩子 他就站起来了 他后面的妈妈哭了快昏倒了 然后那小孩子 我说这个神也有力量 这是不究竟 对不对 因为会走路 但是还不能解脱 但是至少他们 打加这种虔诚祈求的力量 对不对 产生了这种神的加持或心灵力量 这是我们还是要赞叹的 如果能够让一个人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一个人 脚受伤可以站起来 我看大家都会念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 就是毁谤他 因为他能够站起来 至少他得到暂时的安乐 我们随喜 我们从内心里面一直给他回向 希望他哪一天了解六道轮回的道理 对不对 进一步得到究竟 但是你要找究竟 你不能说就断了世间的这些方便 所以各位就是求法不求圣 你不能说我佛法比你好 那你就没进步的空间 所以只要任何的 任何的教派 南传佛教 像我一月份要去南传佛教 我也去参访善知识 泰国的善知识 缅甸的几位大善知识 当地的人给我推荐 我们去学学他们的一些 利益众生的方法 求法 而不是说我赢过你 我来跟你比赛 对不对 看谁的教法好 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 恭敬 心无交慢 所以各位 我们面对别人 不要觉得说 我是谁 我是谁 所以我就比你高一点 我想 众生都是父母亲 我们要去感谢对方 感谢对方 但是尊敬对方 你才可以学到他的优点 心无交慢 三者 唯求法力不求显现 我们希望得到佛法的利益 来帮助别人 而不是说 我要去表演我自己 要特别厉害 那你要让对方 你要让对方的优点 在你面前凸显出来 你才可以学 活到老 学到老 这一点我师父特别强调 任何国家 不分宗教 你都要去跑 去学他们的优点 去学他们的优点 他们在唱那个 天主教的那个 我也在那边念 因为我念的是大悲众 但是我声音要跟他们一样 那就OK了 对不对 对方也觉得你很虔诚 对 我记得我到法国 我要进去带一团的去念 警察就不高兴 他说看的样子 你也不是天主教徒 然后我说没有 我们真的是进去里面祈祷的 警察就跟在后面 我们这群人可认真 他们念我们就念 念的不一样 声音一样就好了 很虔诚 那个警察说不错 下回再来 因为我们真的祈祷他们 可以升天 对不对 唯求利益对方 而不是说 我希望你们变为佛教 对方 没那个想法 教堂里面有一些骨头 往生者 每一个都虔诚 帮他们念一念 现世者他们愿升天得升天 愿上帝的加持 上帝是犯天 对不对 他搞不好是菩萨 所以各位要这样 再来 教人善法不求名利 就是希望对对方有帮助 而不是凸显之急 所以 好 我们翻过来 翻过来 对不起啊 二十四页倒数第三行 看重点 来 犯天菩萨有识法 与主佛法得不退传 何等事 一则受无量生死 二则供养不量诸佛 三则修行不量慈心 四则信解不量佛会 事为事 所以我们去极乐世界 目的就是希望哪一天 我们可以受无量生死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赠得 无我福分别的空性 生死如梦 那轮回度众生 就变成我们最大的好处了 所以那时候轮回 就变成最快乐的净土了 所以各位要 要有这个决心 受无量生死 才能够广度众生 累积功德 二者供养无量诸佛 我到极乐世界 就是要供养无量诸佛的 千万千万不要说 我是拜这尊佛了 我对其他佛没信心 千万不要这么说 行结千佛万佛 每一尊佛都有 祂不可思议的加持 所以以前有发给各位 八十八佛 各有什么功德利益 那各位呢 为众生而念 三者修行无量慈心 所以各位要观修 念一下 阿玛丽伯明佛 你要观修六道众生 各个离苦得乐 阿玛丽伯伯也说 六道众生同享福报 你要这样修无量心 这无量里面不能有一个恨 不能有一个恨 这个人一直找你麻烦 你要特别观修 特别对他好 特别对他好 而且故意去面对他 不要激险过去 过年快到了 赶快记一张 趁圣诞节给他一张圣诞卡 对不对 过年给他一个春节贺卡 你要借这个机会 对不对 借这个机会 像我这次我师父舍抱 我就见到几个 看到我懒得理我的 是兄弟们 那我这个人都忘了 过去 哈喽 你好 你好 这事情该过了 当作他没恨我 这样 忘了他在恨我 这样 对不对 然后有什么事 我跟他推一下 慢慢不讲话就讲话 就OK了 因为不是对方坏事 因为大家心里有个挂碍 对不对 因为我先突破了 他就会突破了 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最重要 希望他身体健康 各位要养成这个个性 不记仇 要修无量磁 磁什么叫磁 你要想办法给对方快乐 适者信解无量佛会 所以各位不要以少知足 佛一切种子骗之 三世骗之 那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我刚刚讲了 每一个众生身上的能力优点 你都学 蟑螂 蚂蚁 黑人 白人 都有优点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黑人很羡慕 怎么怕也不够 对不对 做黑人还有好处的 不怕太阳 我们这种黄种人可怜 又怕冷又怕太阳 对不对 白种人不怕太阳 黑种人不怕太阳 就黄种人怕太阳 我们出去还拿衣扇 师父你跟我遮阳神 这反光很痛苦 没办法 所以他们各有优点 再来最后二十五页 第一行 梵天菩萨有事法 不断佛种何等事 一则不退本愿 二则言必施行 三则大欲精进 四则身心行于佛道 是为菩萨有事法 不断佛种 最重要这句话 不断佛种 不能够让佛法断掉 不能够让成佛的这种因缘断掉 释迦牟尼佛成佛 目的就要让无量众生 一直延续一直成佛 所以我们也要承接 成佛的种子 我们也要答应佛陀 各位将来成佛好不好 这是对佛最大的供养 发菩利心成佛 让佛放心 让佛放心 那佛就可以到更大 他方世界去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如何不断佛种呢 第一个不退本愿 本来你发愿要如何退众生 永远记住不要退转 而且各位 看到一个因缘就发一个愿 记住这句话 要发无量愿 你就有无量光 看到老人发愿 愿所有老人 我有能力照顾他 愿所有老人 我成佛以后 所有人都不会老 我所有的能力 能够帮助对方 看到一个小孩 看到人跌倒 看到人家夫妻吵架 愿所有吵架的人 看到我都不会吵架 为了如此 我要如何如何 那你要一直 一直发愿 愿我将来所生的世界 女人都没有妇女病 好不好 那就是这样 那不动佛就发这个愿 文殊菩萨也发这个愿 女人没有妇女病 这个世界没有魔鬼 然后你只要看到一个经验 因缘就是老师 但是你发的愿 你要永远去做 第二言必实行 所以你讲了要做 心口如意 不能喊狼来狼 是不是 你一讲 你就一定要去做 第三个大愿清净 这个愿是一种意志力 你所发的愿 你所讲的话 要更快的去圆满 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 成功的人 你注意看他 精力充沛 精力充沛 什么是 他都精力充沛 不会懒懒的 不会袖手旁观 大愿精进 适者身心形移浮动 不是光外表 内心里面 真的从内心里面 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圆满菩提心的 帮助众生成佛的 这样就能够不断浮肿 来 各位请翻到 五十七页 五十七页 倒数第三页 那释迦牟尼佛 他讲各种的方法 包括极乐世界 都是一种方便 透过这个方便 希望众生导致 究竟的空性 但是离开方便 离开供花 离开放生 那你也找不到究竟 所以佛陀会讲出各种的方法 来说 但是有的方便以后 你不能执着在这个方便 那重点要有空性的超越 布施而不执着布施 而超越了布施波罗命一样 那所以 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个方便 这个次第去做 所以这一段非常重要 大家念一下 来 祝尊何为方便 佛爷如来为众生说 布施得大富 持戒得升天 人路得端正 经济得具足功德 禅地得法喜 智慧得舍诸烦恼 多闻得智慧故 行十善道 得人天福乐故 慈悲喜舍得身犯事故 禅定得如实智慧故 如实智慧得道果故 学地得无学地故 辟知佛地得消诸供养故 佛地得无量智慧故 涅槃得灭一切苦恼故 那后面 除了这个方便 进入如实法 有而不执着 但是你必须从有去做 所以我们解释一下方回来 世尊什么是方便呢 佛爷如来为众生说 第一个 布施得大富 所以各位要常布施 布施钱 布施时间 做义工 就像我一直发给各位东西 各位 这也是布施 你可以送给别人 师父昨天拿过了 你太自私了 替别人拿一下 就送给人家 你拿了香 这个对对方有帮助 这里面有药 甘露 对方点一根消病苦 布施得方便 用各种方法 所以等一下会发给各位 然后呢 今天还准备一个烟供卢 对吗 来吧 要拿出来 所以要特别送给义工菩萨 等一下再拿好了 不要白做义工 但是各位拿了卢要干嘛 做烟供 这个卢不是供在佛前 是叫你放在窗户旁边 这个烟供 上供 下施 希望大家 读布施 第二 持戒得升天 所以各位 布施得大福 受无戒 哪怕受无戒 都有升天的功德 第三 忍辱得端正 你的外表会很端正 不爱生气 好不好 别人找你麻烦骂你 你才可以长得好 忍辱得端正 精进得记诸功德 那你不精进 那你布施持见 忍辱都做不好 所以道理懂得要去实践 禅定得法血 禅定就是你能够调伏你的心 专心 专心读地藏经快不快乐 专心念大悲之后快乐 这个都是一种禅定 智慧得舍诸烦恼 智慧就是了解真相的意思 你看到万法的真实相 就是你要去分析 什么叫智慧 你拿到这个炼珠你要分析 它只是线这些都会变的组合 所以它本体是空性 那是怎么去用 来给我 感谢我们义工啊 对不对 然后呢我特别在尼泊尔做了 我也会留一百个给我们开祥法师啊 感谢此地七天佛妻的义工菩萨 然后呢 做烟供 每天就点一两只香啊 让新加坡冒烟啊 而且这个烟供不是光供佛啊 下师众生嘛 念念烟供遗鬼啊 所以这次带来五百个 要跟义工菩萨结缘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念一下 十轮金刚 所以这次十轮金刚大法会啊 这个只要放在那边 哇比八卦还厉害啊 放在车上啊 一切吉祥 但是这个只有 只有四百个 所以我会留两百个给我们开祥法师 看哪一个念佛没打瞌睡的 七天都有来参加的 就送给他 两百个送我们 生命协会义工 好不好啊 谢谢他们啊 因为明天开始他们还要忙啊 明天 今天晚上传习法师又来了 哎呦五六天 我元月份要来啊 下回你会讨厌我 海涛法师 免呈呈来了 我们烦死啊 所以有十轮金刚 我一直逢迎拔劫各位啊 但是这个十轮金刚不得了 每一个上师都有口传的 他们藏人有个习惯 这一辈子能够参加三次十轮金刚灌顶 保证不堕落三恶岛 往生香巴拉净土啊 我才两遍插一遍 所以那个十轮金刚的灌顶 这也是成佛的方法 虽然各位没灌顶 至少放在十轮金刚加持 这里面叫十项自在 你上网可以去查 每一个标志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我今天没时间解释 好 再来 多闻得智慧 最后一行 所以各位要多听闻佛法 多看佛经得智慧 行识善道 得人天福报 念一下 身体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嘴巴是一样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不讲没意义的话 心里有三条 不谦贪 不称慧 不愚痴邪贱 如果你行识善道 升天 人天福报 慈悲喜舍 得身犯事 你以上都做 再加上行识善道 再加上你修 慈悲喜舍 是无量心 你就到上帝的天 那意思 那叫生犯事 翻过来 禅定得如实智慧 所以各位 如果你能够思维 打坐 专心 那你就可以看到真相 不会被骗 如实智慧得道果 那如果你有看到 真相的智慧 波罗波罗蜜多 那你就可以得到 解脱的果报 那是成佛的果报 看你是发哪一个心的 得到这个道果 学弟得无学弟 那你必须从有 出果恶果 那是从发普利心 一步一步 最后 而达到圆满 辟之佛地 得消诸供养 故 如果各位能够体悟 因缘所生法 那是十二因缘法 哇 供养你都有功德 所以各位要去思维 十二因缘法 佛地得无量智慧 故 所以我们要追求成佛 那无量智慧 才可以帮助无量众生 断除无量烦恼 所以涅槃得灭 一切苦恼故 如果你内心里面 安住空性 不起贪嗔痴 那一切对你来讲 那都无有分别 好 亲爱的请翻到 五十九页 就是隔壁了 倒数第二行 这个我就 什么叫大悲呢 所以这部经很好 哦 什么叫方便 什么叫大悲心 佛陀解释得很好 那今天我们又讲到的是空性的部分 那个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也讲不好 所以但是至少这里面 佛告诉我们什么是大悲 来 我们念几段 来 世尊何谓大悲 佛言 如来以三十二种大悲 救护众生 何等三十二 一切法无我 而众生不信不洁 说有我身 如来与此而起大悲 好 解释一下 一切法 在一分之外 往哪里 未经许 未经许 谢谢大家